22年恩怨 袁永泥成龙一乡敏恩仇 一直有传袁永泥22年前 与成龙合作电影霹雳火石得罪对方 亮亮在微博上载多张与成龙的合照 成龙还裸乳一大和礼物会亮亮 22年恩怨一乡敏恩仇 亮亮留言时 外界一直传言我是让成龙大哥生气的女星 昨晚感谢在曾志伟先生的安排下 终于知道真相 谢谢成龙大哥对我不计前嫌 原来很久前还为我制作了一些礼物 真的很感动 大哥 谢谢你 我会继续做一个好演员 原来纸皮和入面 是由当年的电影 飞林制作而成的坚持 非常有心思陈展宏任脸丹文柔 优女友压力大已有精神病陈展宏 日前出席新剧宣传 被问于丹文柔感情室 他说当日是宣传活动不提面式 留待专访奖 然后他果然做了专访 终于承认了善文柔的女友身份 更为二人感情十分稳定 大赞女友是个好女子 展宏坚称三月被撞破山顶约会时 二人仍在了解中 但事件令二人关系曝光 当时又有不少负面新闻 所以选择低调 更强调最不想搞到身边朋友 卷入感情室 特别是与拍档胡定心的朋友关系 他说在恋情曝光后 女友遭网民穷追猛打 令丹文柔平常生活都变得好紧张 四患四脚失调 他都觉得女友开始有精神病 经常怀疑被记者追踪中 他体谅女友作为新人压力实在大 但庆幸暂时处理得很好 何况拍拖约会很正常 他们都在慢慢接受 曾与成龙不合二十年 袁永仪秀和照报真相女星袁永仪 曾与成龙合作电影霹雳火 当年上映时负面新闻不断 还传出袁永仪甩大牌 宣传不到等消息 最近袁永仪与成龙破冰合照 这回在曾志伟的牵线下 解开两人心结 当时曾传出他在片场好无工作人员 让成龙对他印象大为扣分 因而传语袁永仪与成龙极为不合 不过袁永仪则在微博贴出两人合照 更说在曾志伟先生的安排下 终于知道真香 谢谢 成龙大哥对我不计前嫌 原来很久前还为我制作了一些礼物 真的很感动 之后袁永仪接受港媒访问 被问及是否是在霹雳火片场激怒成龙 他则强调 其实是因为后期电影宣传时他没到 成龙相当不满 可袁永仪强调我没出现 是因为我不知道 没人通知我 至于盛传当年成龙让电影界封杀袁永仪 他也否认 直言如果大哥封杀我 我之后咱可能迁进家和曾与成龙不合二十年 袁永仪秀和照报真相女星袁永仪 曾与成龙合作电影霹雳火 当年上映时负面新闻不断 还传出袁永仪甩大牌 宣传不到等消息 最近袁永仪与成龙合冰合照 这回在曾志伟的牵线下 解开两人心结 当时曾传出他在片场毫无工作人员 让成龙对他印象大为扣分 因而传语袁永仪与成龙极为不合 不过袁永仪则在微博贴出两人合照 更说在曾志伟先生的安排下 终于知道真相 谢谢 成龙大哥对我不计前嫌 原来很久前还为我制作了一些礼物 真的很感动 之后袁永仪接受港媒访问 被问及是否是在霹雳火片场激怒成龙 他则强调 其实是因为后期电影宣传时他没到 成龙相当不满 可袁永仪强调我没出现 是因为我不知道 没人通知我 至于声传当年成龙让电影界封杀袁永仪 他也否认 直言如果大哥封杀我 我之后很可能迁进家和陈展恒 任脸单温柔 由女友压力大已有精神病陈展恒 日前出席新智宣传 被问于感温柔感情室 他说当日是宣传活动不提面时 留待专访奖 然后他果然做了专访 终于承认了善温柔的女友身份 更为二人感情十分稳定 大赞女友是个好女子 展鹏坚称三月被撞破山顶约会时 二人仍在了解中 但事件令二人关系曝光 当时又有不少负面新闻 所以选择低调 更强调最不想搞到身边朋友卷入感情室 特别是与拍档胡定心的朋友关系 他说在恋情曝光后 女友遭网民穷追猛打 令丹文柔平常生活都变得好紧张 四管四脚失调 他都觉得女友开始有精神病 经常怀疑被记者追踪中 他体谅女友作为新人压力实在大 但庆幸暂时处理得很好 何况拍拖约会很正常 他们都在慢慢接受曾与成龙不合二十年 袁永仪秀合照报真相女星袁永仪 曾与成龙合作电影霹雳火 当年上映时负面新闻不断 还传出袁永仪甩大牌 宣传不到等消息 最近袁永仪与成龙破冰合照 这回在曾志伟的牵线下 解开两人心结 当时曾传出他在片场好无工作人员 让成龙对他印象大为扣分 因而传语袁永仪与成龙极为不合 不过袁永仪则在微博贴出两人合照 更说在曾志伟先生的安排下 终于知道真相 谢谢 成龙大哥对我不计前嫌 原来很久前还为我制作了一些礼物 真的很感动 之后袁永仪接受港媒访问 被问及是否是在霹雳火片场激怒成龙 他则强调 其实是因为后期电影宣传时他没到 成龙相当不满 可袁永仪强调我没出现 是因为我不知道 没人通知我 至于盛传当年成龙让电影界封杀袁永仪 他也否认 直言如果大哥封杀我 我之后很可能千进佳河